比特币的挖矿风潮大吹 导致业主莫名被国能追讨超过七十万令吉的电费 来自雪州的一对夫妇申诉 他们把电屋租给了一名姚姓男子 但是没想到这名租客竟然篡改电表偷电 直到他们接获国能的来信纸 有关电屋偷电 他们上门查看时才发现租客的行径 但是租客已经讨之夭夭 连累屋主夫妇被国能追讨七十万令吉的电费 来自雪州的一对夫妇 他们去年十月透过中介 把位于雪兰补种的一个商业单位 租给了姚姓男子 对方声称这是用来当作普通办公室 一直以来租客也都会按时 把租金和电费汇入他们的个人户头 通过一个公司把我的店租出去的 我的公司我时常聘用的公司 他也是从另外一个公司的手中 接到通知有人要找店要租出去 然后我们就把这店租出去 每个月是全市块的租金 直到今年四月 业主接获一封来自国能公司追讨电费欠款的信息 才惊觉租客竟然偷电 以至于他们从来不曾察觉超额的用电量 原来国能因为不寻常的用电量到有关单位搜查 才揭发了租客串改电表 偷电和挖矿等不法行为 然而租客早已经不知去向 就连中介也联络不上 导致业主目前被追讨70万令吉的巨额电费 这对夫妇也透露 这笔70万令吉的欠款 是从2015年发展商发配钥匙的时候 开始计算到今年三月 如于租客是去年十月才开始租借单位 所以他们希望国能公司可以网开一面 减少追讨的电费款项 民政党全国公共服务与投诉局主任张建峰也表示 会致函国能要求他们成立调查小组 严加调查偷电行为 把罪犯神之以法 NTV7实习记者王新宇采访报道